Hello 我是Kanis 今天會教大家示範一款鷹式鬆餅 我帶了一款特別的食材過來 看看今天的材料 特別的食材就是駱臣花物墊 正式開始之前 駱臣花物墊需要剪一剪 這個物墊剪完之後 就把這些粉類過篩 加上鹽去 拌勻 傳統的鷹式鬆餅 會將牛油切粒 然後加到麵粉 用手做的話 因為我們的手溫比較熱 會令牛油溶 我就用了這個方法 用一個幼的刨絲刨 將牛油刨下去 記住牛油要保持很硬的狀態 盡量不要溶 每刨小部分 就拌一拌 好了 牛油刨完之後 就拌勻 用刨 然後就用手指 拿起它 這樣捏一捏牛油 和麵粉 讓它混合得更加均勻 輕輕這樣 只是用手指尖的部分 因為手指尖會比較冷 就不要用掌心 因為我們盡量不要把牛油溶回 如果來到這裏 發現牛油開始溶了 就用完盆 拿回冰箱 冷一冷 淺黃色的狀態 就是牛油和麵粉 混合得剛剛好 牛油已經混合得很好 加上糖 今天我用了一個 比較幼的白糖 混合之後 把液體的部分加進去 我這次用了 洛神花麥墊的湯汁 加進這個忌廉 如果覺得忌廉太重 可以用鮮奶來代替 混合之後 會發覺它變得結了 不需要擔心 這是洛神花裏面的果酸 和忌廉的蛋白質結合了 液體的部分加進去 加上洛神花麥墊 來到這裏 用手輕輕拆拆 這樣拆拆成為一團 就可以了 我用了保鮮袋 剪開了 包住這個粉團 不需要拆到很均勻 總之它不散開就可以了 做起來之後 放進冰箱 大概冰半小時 或者多一點時間 都可以的 麵團已經冰硬了 我首先會把它 推平一點 我推到大概的厚度 大概是2.5cm 一吋左右厚 就可以了 今天不用切模 直接把它切成三角形 一刀過 不要鋸到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今天這個Skunk 是完全沒有用雞蛋的 吃出來的口感會比較清爽 入爐之前 我會上一層忌廉 讓它這個位置 面頭的位置可以搶火 有種金黃色的效果 好了 完成了就可以準備入鍋爐了 今天用的溫度大概是200度 焗15-20分鐘 好了 焗好了 第一時間就上一上糖漿 這個是落神花麥自然的糖水 趁它耳朵朵 在面頭輕輕地上一層 好了 Skunk就已經OK 可以吃得了 趁它少少暖的時候 吃是最好吃的 好的Skunk 是不需要用刀切的 直接撕開它 可以分成一半 就代表它做得不錯 吃的時候 傳統的英式鬆餅 當然是用傳統的吃法 先塗一層果醬 塗完果醬之後 我們就塗一層Cream 這個是英國的Clotted Cream 塗完之後 把它蓋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吃了 發音效果 我來自從不需要用它 為了 你自己選擇 這幾個效果 你 為了